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人的做法刷新了我的认知 这对夫妻结婚将近十年 孩子都已经八岁了 但是妻子却发现男人在外出轨了 妻子想要离婚 男人也同意了 但是在离婚财产上却产生了分歧 男人坚持要平分 但是通过法院判决 女人分到了大部分财产 但是男人不同意 两个人开始纠缠 最后两个人做出了一个让我看来十分荒唐的决定 离婚不离家 顾名思义 两个人在法律上已经不是夫妻了 但是却仍然生活在一起 男人是为了财产问题 女人则是为了孩子 孩子还小 两个人决定先瞒着孩子 但是这个样子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会很别扭 在我看来 离婚代表着夫妻两人的关系已经不再亲密 可以说是变成了互不相干的人 但是因为现实生活中诸多因素影响 如今一些离婚竟然可以像夏文一样离婚不离家 我一直都不明白 这种离婚不离家的行为是为了什么 难道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不别扭吗 后来我发现 许多离婚不离家的夫妻到最后都选择了复婚 估计也是觉得这样做跟没离婚没什么区别吧 婚姻不是儿戏 结婚离婚也需要慎重考虑 但是如今的人却越来越浮躁 小凤今年33岁 刚刚离婚八年多 至今人在感情修复期 上一段婚姻坚持了九年 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了 这让小凤有些受伤 小凤离婚的原因很简单 有婆媳矛盾的原因 也有与丈夫感情破裂的因素 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的 就是小凤发现丈夫竟然在和别的女人搞暧昧 虽然并没有出轨 但是对于小凤来说 也是不可原谅的 小凤与前夫王家结婚的时候 王家还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 他来自农村 全家人合力把他轰了出去 大家知道 王家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凤凰男 但是那个时候年轻根本分不清男人的好坏 只知道自己喜欢就要嫁给他 小凤嫁给了一穷二百的王家 两个人的婚礼都是十分简单的 没有房子 也没有彩礼 结婚后就住在王家租的一间不足 五十平米的小房子里面 家里的一切都要靠两个人自己奋斗 但是那时候小凤根本不后悔 他的心思全部都铺在了王家身上 王家要他做什么他都会去做 婚后小凤继续上班 而王家辞职开始创业 之后的日子 小凤跟着王家吃了不少苦头 但是都咬牙坚持住的 王家也算是有能力 事业也开始一步步的发展起来了 而那个时候 小凤的儿子都已经五岁了 生活也终于开始有了盼头 要知道小凤一边照顾家 一边工作 还要隔山差五地接待王家老家的一些亲戚朋友 身心都很疲惫 而小凤与婆婆之间的矛盾 很早就已经出现了 早在小凤怀孕那年 她与婆婆就已经出现了矛盾 那时候小凤怀孕 王家就把母亲从老家接过来照顾她 可是婆婆的到来 并没有照顾小凤 反而开始挑剔小凤 婆婆认为自己儿子这么优秀 小凤有些配不上她 而且小凤只是怀个孕 就要自己过来照顾 又不是大不了的事情 婆婆那时候经常说 不就是怀个孕吗 消气什么 当初我怀我儿子的时候 还下地干活呢 怎么到你这儿还要别人照顾 面对婆婆的挑衅 小凤刚开始选择隐忍 可是到后来却发现 婆婆就是那种欺软 怕硬 无理取闹的农村婆妇 于是 小凤对她也开始不客气了 婆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争吵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而作为丈夫的王家 是选择了逃避 她两不相帮 任由两个女人在家里吵翻天 小凤生下孩子后 就把婆婆赶回老家了 因为那个时候 两个人只要相处不到五分钟 就会发生争吵 随着王家的事业越做越好 两个人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观 小凤也不需要去工作赚钱了 王家完全可以养活她和孩子 小凤觉得之前受的苦都是值得的 自己终于苦尽甘来了 倒是婆婆那边 看到儿子发达了 于是开始向儿子索要生活费 小凤本来就讨厌她 本想着不给她 但是王家却说 那是我妈 不给就是我不孝顺 所以王家每个月都给母亲生活费 看到王家这样做 小凤也无可奈何 毕竟钱都是她赚的 只不过心底也有些生气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小凤发现 王家对自己越来越冷淡了 态度也越来越不耐烦 夫妻俩平日里在家里 根本说不上几句话 大多数都讨论关于孩子的事情 丈夫态度的冷淡 也让小凤开始疑神疑鬼起来 她开始监视王家 像大部分女人一样 监视所有接近王家的其他女人 那时候 本来王家是没有事情的 但是被小凤这么一搞 王家的心情顿时很差 经常与小凤发生争吵 夫妻俩的感情直线下降 到了后来 两个人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了 争吵已经把两个人仅剩的激情消耗没了 剩下的就是沉默和冷淡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王家和小凤开始分居睡 而且两个人也没有觉得有任何的不是 争吵也变少了 不是因为和好 而是因为觉得懒得吵 再到最后 小凤发现王家手机里和一个女人暧昧聊天的信息 他拿着手机质问王家的时候 王家出奇地冷静 大方地向他诉说了事实 他和这个女人只是在搞暧昧 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关系 王家的态度让小凤觉得 他无所谓 无所谓和这个女人搞暧昧 也无所谓让妻子知道这件事 这种态度让小凤心寒了 小凤思前想后提出了离婚 王家也同意了 但是财产分割上出现了问题 两个人都争执不下 于是两个人决定先把离婚重办了 但是不分家 小凤为了孩子同意了 但是他实在无法继续和王家住在一起了 于是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 在父母那里待了几个月 小凤收到了王家的消息 他的公司出现了问题 资金有些周转不开 小凤也不在意 毕竟离婚了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又过了两个月 婆婆竟然找上门来了 近来态度十分嚣张 面对小凤和他的父母 婆婆一伸手拿钱来 小凤原本就看他不顺眼 见他这副模样更是心烦 说道要什么钱 婆婆竟然回答生活费啊 我儿子月月都给的 这两个月都没给 我就管你要 小凤冷冷地说道 我儿子离婚了 你别再来烦我 没想到婆婆竟然不走 还耍起了无赖 惹得小凤和他父母十分气愤 小凤的母亲也紧晕了头 直接把狗放了出来 叫狗去咬亲家母 婆婆一看放狗了 一溜烟就跑的 转得比兔子还快 小凤母亲愤愤不平地说 舔不知耻的婆父 上我家来撒野了 因为这个插曲 小凤也决定作废离婚 不离家的协议 他去找了王家 经过好几个月的协商 终于把婚离了 对于婚姻也没有重视起来 闪婚闪婚的比比皆是 离婚后复婚 复婚后离婚 完全把婚姻当成了儿戏 我个人觉得 这是极端不好的行为 对于婚姻 我们还是要慎重一点比较好 毕竟婚姻是每个人 下半辈子的保障 但是不得不说 现实生活发生的一些事情 远比我们想象中 还要精彩 还要口血 还要奇葩 小编还是希望大家 结婚要慎重 离婚也要慎重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请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